得分,三分,看到你,我就想起来,我中学时前桌的女孩,瘦瘦小小的,总爱拿铅笔点点,我让我给她讲数学题,总爱睁大眼睛问我怎么认识那么多单词,总是在放学过马路的时候,在寒风中站在我的身后,用小手拉拉我的袖子,让我小心车,像一只乖巧可爱的小狐狸,伴随在我身边,又不敢靠太近,在你身上看到了她的影子,我给你三分吧,得分,四分,看见你的照片,我吓了一跳,你长得很像我青梅竹马的初恋,清新脱俗, 我在阳光温暖的午后,其单车在她到山坡上摘橘子,给她用狗尾巴草编了一只戒指,那使得我不会写实,只能让她在我的怀里躲风,像你这样的女孩,找男朋友一定要找我这样的,也只有我这样的才配得上你,我给你四分,得分,四分,你长得有几分像我在大学里,一个比较要好的女性朋友,大方,善良,得体,我们一起坐在午后的阳光下,校园的草坪上弹过吉他,一起在在炎热的夏季自习室里,做过烤前复习,一起在寒冷的冬季里,吃着火锅把酒言欢, 故土心事,我们比普通朋友好一点,但又不是恋人,当初很熟悉的那个人,不知道现在在何方了,我给你四分吧,得分,四分,小样的,表情挺勾人儿,跟我老婆一样,有卧蝉,我决定给你加一分,你的最后得分是四分,得分,四分,你不是欠我钱了,你是欠我炮,我是厨女座,你是摩羯座,星座很合,我是火命,你是木命,更是干菜烈火,一触即发,出示我给你四分,是否有加分,期待你富士的表现,得分,四分,我已经完全被右边的女子吸引,同时失恋了, 一条卫生纸,把左边的女子脸蒙上,省得影响我的注意力,但是说实话,如果右边的女子没有刘海的话,未必有左女好看,可是没办法,艺术家也有难以免俗的时候,给个平均分四分吧,得分,四分,当我看到你的照片的时候,感觉到一股浓浓的淘宝气息扑面而来,你就是传说中的淘宝狗,我没冤枉你吧,每次上淘宝,映入眼帘的所谓韩版月度热销款,都是你这B样的, 你对自身的定位很准,你没有白富美的气质,而你的气质很符合六线小镇女孩的审美,以我的经验,你闭嘴的时候四分,张嘴两分,你必须服,得分五分,每个男人都希望有一个这样类型的妹妹,情心,温暖,自愈系,没有任何脚柔造作,我想在午后阳光下的房间里,陪你搭乐高积木,我想接你上下学,我想骑自行车带你去任何地方,不过你这个没吗,还是好好打理一下吧, 我给你五分,你愿意做我妹妹吗,得分五分,说实话,给你拍照的那个大叔配不上你,镜子里的投影,微微的偏分加猥琐的眼睛,深深的出卖了他,我将他定位为,天天下载,路管的宅男,我给你打五分,你考虑一下我不,得分六分,有点像我们局长的二奶的气质,总是趁局长不在的时候,叫我给他讲故事,我给你六分,得分六分,这位老妹,我一眼就看出来,你平时肯定特别喜欢磕瓜子,你如果少磕点瓜子,我可以给你七分的,得分七分,说实话, 我挺烦你的,也挺不乐意给你打分的,你TM的明明知道自己是个美女,还来找我打分,你是什么心态,你是想硬逼着我给你打七分,是不,虽然我对你这种行为挺鄙视的,但是我不是小肚鸡肠的人,我尊重客观是实,我还是要给你这个深女系的女生,打上七分,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没死了,你一边偷着乐趣吧,我得分,七点五分,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,你老了,就是从这张照片得来的吗,我晚出生了几十年,要是早生几年,我天天送你姥姥雪花糕,骑自行车, 带她去山上摘野花,谁要死,我就拧死她,我给你姥姥七点五分,算是尊老爱幼吧,替我问候你姥爷,得分,七点五分,看你照片的第一眼,吓了我一跳,我还以为是我女朋友的小号呢,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,清纯而不幼稚,知性而不媚俗,给男人一种温暖的感觉,莫名的想跟你亲近,和不是下半身冲动,我给你七点五分,得分,八分,小妹儿,我得说你几句,你为什么私下联系我的助理给你画像,却不找我给你打分,你分不清大小王吗,美,就是一个字, 美,嫩的能掐出一把水来,用《红楼梦》里面的一句话形容就是,唇不点而红,眉不化而脆,不思粉黛,却觅人心魄,我给你八分,爱谁谁